好了,這本是一本詩集 有一個很出名的美國詩人叫做Robert Frost 今天特別要選他其中一首詩 這首詩我相信絕大部份英文老師都會認識 今天想說你可以背了他的首詩的其中一句名言 如果作文來年,2018年適合用fit的話就塞進去 另一篇文是比較厲害的 今天就選了這一篇 他的名字,那首詩的名字 Poem即是首詩的名字 就叫做The Road Not Taken 沒選到的那條路 The Road Not Taken 我想你們記就是這個 他就說我選了 這個你可以介紹的時候 你說這一首,他是一個American poet 叫做Robert Frost 這句名言要記住 他就說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即是說,他這句就說 有兩條路 Diverged就是分開 在木林有一個wood 我選哪條好呢 他最後就選了一條 是比較少人行的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但是這樣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即是說 這樣令到結局完全不同了 即是很美好了 即是這一句 什麼時候可以用呢 這句就說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Ventured即是冒險的意思 即是說 你不去take a risk 你不去冒險一下 是不會有些正的東西得著的 即是可能 提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引用這一句 OK 另一個就是 這句 這句寄了就可以了 一定 作文就不要用出來 這個就說 Follow the breadcrumbs of serendipity Sereendipity 即是解緣分的意思 那breadcrumbs這個字 是解緣分的麵包碎 那什麼意思呢 就說 跟著你緣分的麵包碎走 即是跟著 你的心想怎樣就怎樣 即是可能你想和一個朋友說 你選一條你喜歡的路 就引這句 Robert Frost也說 一個 famous American poet 他就說 Two roads diverged in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就鼓勵他去追夢 對了 今天就說到這麽多 記一句名言 用在作文上 用得fit 好有 好正